大家好,我是Roger 話說半年前了 半年前就一直有繼續拍片 那一陣子就說過正好說要 賺人出一條片 不過沒辦法,因為這幾個事發生很多次 例如搬辦公室 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的新辦公室 由旺角搬了荔枝 還有COVID又剛剛不難,趁機去一下去 所以是很好 這樣看著眼睛 有很多事務性,工作上也沒有 現在在6月後,我終於滴起心 有時間,有精力去拍片 接下來很想做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就是從我們時事 就是我們生活中很接近我們 去看看有什麼英文學習 因為通常學英文很多人都會說 就是要在生活中的習慣 用語養成英文的習慣 在不同的地方做語言 但是有時候有時候 可能你知道要做 但是如果沒有一些人推動你 或者沒有一些人都在做同樣的事 即是沒有一個社群 大家一起做 其實有時候都會說 好像自己一條友 所以希望一個系列可以去大陸 一個這樣的狀況給大家 最近最受目的一個新聞 一定是 俄羅斯,攻打烏克林 然後近幾日有最新進節目 又想藉著CBS New York的新聞 是的,YouTube頻道 它裡面有一段很短 分兩分鐘的YouTube Video 希望在裡面 大家可以學到 因為其實看教科書也挺滿 而看新聞我覺得是最貼近去讀 Exam或者教科書裡面的生智 學習的途徑 所以希望藉著這段影片 可以令大家去想多一些 或者平日的時候 注意多一些 就是News 或者注意多一些 這些英文生智去學習 這段影片的結構很簡單 我就會播一播那段影片 然後在某些地方 我就會暫停 就跟大家討論一下 有什麼生智值得記 然後有什麼生智 很多其他文章 或者甚至考試都會出現 我們就去解釋 然後再去看一下 有不同的例子 現在我們會追蹤一些 的新聞 從俄羅斯今晚 有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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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裡面也有些 挺難的字 Accusation 首先是 控告 例如我可能會說 I accuse somebody of something 就是 我控告一個人 of something 即是代表 我控告他些什麼 我控告他 所以大家剛才聽到 Accusations of an attempted coup 即是代表 有一些人 他被人控訴 就是控訴 attempted coup 這些東西 那些人有什麼呢 一會兒 首先大家知道 就是accusation的意思 之後馬上說 attempted coup attempted 這個字是很多時候 我們都見到的 例如大家可能有聽過 attempted suicide suit suicide 本身是自殺的 自殺 這是心理學 和社會學的 我忘記了 中心理學 分兩種的 suit suicide 即是他真的去自殺 另一種 attempted suicide 即是他可能是 博關著的 他不是真的去自殺 但當然有自殺行為 attempted 這個位置會作為 形容詞 形容後面的名字 這個位置也是 我們看回這個新聞 attempted coup 即是代表 attempted 嘗試做的一樣東西 coup的位置是做什麼呢 coup就是解釋政變 他會解釋政變 所以 大家要留意俄羅斯的新聞 就知道 他有一個僱傭兵的團體 組織 他就想 拿了 他就想攻打奪俄羅斯 那我要原諒他 基本上 不是 歷史學位專家 但大致是這樣 即是從這個字裡面 他成不成功 大家知不知 你知 總之大家知道 他是被嘗試過的 security is being stepped up around 那剛才那段recalling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 advanced vocabulary 譬如第一個 就會是 security is being stepped up security 大家知道 就是保安 安全 但是在一個 national level 就會解釋國家的防衛 國家的防衛 就是被加強 可能因為 有耐暖 所以我和自己政府 就會加強 防衛 然後大家會聽到一個phrase 就是 military mercenary group military 大家都應該聽過 就是關於 軍事 軍事 後面那隻字 是真的很深的 真的很少見 我自己也很少見 mercenary group 他是僱傭 軍 脫 然後military mercenary group 就是僱傭的 脫體是武裝的 他是軍事的 就是他有能力去發動一些政變 他有能力去製造的內緣 Call on his troops to retaliate against Russia for an earlier attack 接著那個phrase 比較長 照我一次說 他就說 the leader call on his troops to retaliate against Russia 首先call on his troops call on本身是號召的意思 然後troops 是轟隊 整個phrase 就召喚了自己的轟隊 為了做什麼 就是為了 retaliate against Russia 他就是retaliate against 類似的 revenge 報復的意思 也是一些 advanced vocabulary 他的意思就是 想報復 所以整句的意思 就是他召喚軍隊 然後想去報復 我和斯特 It's quite unbelievable It's been an extraordinary public escalation of infighting between th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the leader of a group fighting on russia's behalf 這個一樣 都有很多不同的phrase 我們一起看看 第一個就是 public escalation of infighting 首先public escalation escalation本身是 升級 escalator 我想大家都聽過 escalation就是 有些東西升級了 那是什麼東西升級了呢 就是infighting infighting 是內鬥 即是其實在說我們的職工 我都知道 我不明白 但是infighting 後面會配 between那種字 然後between a and b infighting between a and b 就是想說 a和b之間有內鬥 那剛才呢 infighting between 就是 the russian government 這個是a 即是俄羅斯政府 那b和哪個內鬥呢 就是a group fighting on russia's behalf 這個呢 就會是一個 noun phrase 一個名詞的字組 有一個a group a group 一個組織 它就是代表 誰 它去作戰 就是代表 russia 那剛才聽到的那句話呢 就是 his forces are advancing into russian territory Advancing into russian territory Advance是前進 這個意思 然後呢 Russian territory 是摩羅斯的領域 所以整個phrase 就是前進去到 摩羅斯的領域 the mercenary leader says his troops have downed a military helicopter that is fired on a convoy tonight so far 那在剛才裡面呢 有一個的得意 就是你看到downed 這個字 downed通常都是說 下去下面 就是譬如 downstage 就是樓下這樣 那這個位呢 大家留意到 downed 它是做一個動詞 他說 his troops have downed a military helicopter 即它意思是 downed了後面那個 military helicopter 軍事直成 它down了 有時這個要給少少廣東話的sense 去有少少創意 去想想 究竟down是甚麼 down是落 其實它大致的意思就是 從天空上面 它放了 military helicopter 下去 然後它再補充 就是 那個helicopter 攻擊定一個convoy convoy這個位 都是一個很難的字 都是看一些軍事新聞 可能會看到 它是護航隊的意思 整個phrase Fired on a convoy 就是 它攻擊一個護航隊 所以 就是 armored vehicle 聽到 armored vehicle 也是關事上面的字 裝甲 裝甲 那樣的意思 Veickel 就是 通常都聽過 就是cars 但Veickel 就會比較荒蠻 所以 armored vehicle 就是裝甲 戰車 然後 後面 have been seen patrolling Moscow 就是被動 即是被看到 去做什麼 在Moscow的巡洞 去defend 就是他想防守 那樣的意思 這裏就是很typical 一個accused的用法 我們一開始就說過 這裏就碰到一個例子 He accused Russia's Minister of Defense of ordering 大家可以看到 那 Ordering Ordering a rocket strike 命令一個空襲 就是 他被控告什麼 那 控告的對象是誰 控告的對象 就是 Russia's 那個Ministry 不是Ministry 是Minister of Defense 就是他的國防部長 所以 整個phrase就是 他控告俄羅斯的國防部長 控告什麼 因為國防部長做了一件事 就是他命令一個空襲 所以他就想控告他 所以他就想控告他 那這裏有一個 經常用的phrase 就是 has little tolerance of 是吧 這個我讀出來的 大家注意了 has very little tolerance for 是吧 他的意思就是 對於後面那件事 所以用for 就不是我剛才說的off for 一些東西 tolerance for 就是對那些東西 有很低的容忍度 那後面對什麼呢 就是對意見 descent descent 這個是意見的意思 Rogosian is also publicly undermining Russia's entire reasoning for invading Ukraine 那剛才有個phrase publicly undermining Russia's entire reasoning publicly 是公開地的意思 undermined 是academic assets 就是他在破壞 或者他在損害 一些東西 他在破壞 什麼呢 他在破壞 就是Russia's entire reasoning for invading 包括Russia's entire reasoning Russia's entire reasoning 就是Russia 本身他有一套自己的邏輯 他有的見解 為何要攻打哈蘭 那呢 那個攻擊 即插動的內亂 那個僱傭軍團的leader 他就說 喂 不行 現在呢 他是在公開 他是在破壞 Russia's 他本身 他那套邏輯 即是他就說他 本身那套邏輯 那個原因 是不正當年 最後大家聽到一個phrase 就是美國白宮 說什麼 他說 他就沒有comment 他就還沒有 去給一些suggestion 就是講一些意見 對於最新的動亂 還有動亂 他最後用那個字unrest 通常譬如social unrest 說社會動亂 這些字都是很想見的 那這次我講了很多的vocabulary 其實可能都有些頭痛 那所以呢 我自己就準備了一個document 那就是 剛才那些transcript 再加上一些vocabulary 那大家如果想有需要的話 可以在我instagram那裏DM 那我也會寫給大家的 那然後 大家有什麼問題 就隨時comment那裏說 或者可能直接IGDM我 有時間會回覆 我未必能回覆 但是comment我 就應該會看得清楚一點 那希望大家在這條片裏 有意見到 那下次再見大家 拜拜